而再来关心的是教育 为了推动偏乡阅读以及智慧教育 台北市20多个慈善单位 包括救国团、统计会等等 就特别办理了送书到花莲 知识关怀希望工程图书活动 另外还有一台AI人工智慧语言机器人 将结合智慧教育中心 在县内37所的学校巡回 来推动低年级的生活英文 有感于偏乡学童在教育资源的缺乏 城乡学习落差盛大 台北市信义清晰协会与台北市清晰总会 花莲县清晰协会等23个单位 合作办理知识关怀希望工程 315送书到花莲 捐赠2000册图书给花莲北林 万宁、春日、瑞北、瑞美、卓峰、奇美、红业 明义、明里等十所国小 其中还捐赠一台互动式英语学习的AI机器人 给花莲县府 因为配向地带的小朋友们 他书的资源比较少 所以我们希望有些伦理道德这些书 让他们有机会 知道中华文化 也知道伦理道德 所以我们就花了很多功夫 来募集这方面的书 那2000册的书籍呢 我们是由10个学校来接受受证 来充实学校的图书设备 那特别呢 这次有捐赠一台这个AI人工智慧的语言学习机 那这台学习机呢 确实对我们花莲在智慧教育的推动上面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我们这台AI智慧 人工智慧的学习机呢 就会结合我们智慧教育中心 我们有一个这个Live ABC 在这个语言学习的部分 来供各学校呢 就是来借用 或者是来漂移到各需要的学校 书籍的越南当然是越多越好 那还有虽然这一次只是200册书 它其实都是一个希望的种子 就藉由这些书籍跟爱的关怀的传递 我想能够让我们花莲在地孩子 能够更深刻的感受到 就是书籍的阅读中药 还有之后能够更奠地自己的机会 然后也能够来协助别人 就是我们要让爱的传播跟知识的传播 能够源源不绝的传下去 负责募书的中国现代化文化资金会表示 书籍种类丰富多元 包含西游记、水浒传、傲慢与偏见 等中西经典文学及各类绘本等 适合各年龄层学童 包含学生人数不到50人 受赠的凤林北林国小校长朱天德也表示 学校会盘整校内书籍 鼓励学童带回家与家长共读 而AI智慧机器人内建不同软体功能 动画有趣活泼 将结合智慧教育中心 在县内37所学校巡回 期盼给予低年级学生听说生活英语机会 激发学习兴趣与动机 记者长帮演好连续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